像我,像我们这一代的人 从小在台湾受的教育 一进校门口就是两行大字 就是一个背铃 一个就是做一个常常正正的中国人 活活泼泼的做一个活泼泼泼的好学生 就这两句话,一进校门的两句话 然后校训就是礼仪廉耻 对我们来讲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中华民族炎黄子孙 作为这样的一个炎黄子孙 它是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怎么会说我不是中国人呢 在我的感觉里面 那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 所以我特别强调要挺直鸡两骨 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那是我们的骄傲 所以我特别提出这一点 就怕这个年轻忘了这一点 我们就讲一句话 住点忘子是不可以的